嗨,大家好,我是艾伦,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到了H-Base的连接词 也讲到连接词怎么去用 那么连接词出现了 是为了更高的提高应用程序的这种编乏量 提高它访问数据的访问速度 那么这个是从应用层面 从系统的运营层面来讲述的 那么对于程序员来说 H-Base有没有提供一些工具类 帮助我们去快速开发程序呢 那答案可能是有了 没有的话我这节课也不讲这个内容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这么一个H-Base的很重要的工具类 Fight工具类 那这个类呢我们用到了很多次 但是我们只用到了它最基础的一个Base 是吧 To什么 Base是ToStream ToBite 是吧 这基础的 那么这个Base的类呢 里面有很多很多方法 有很多方法 帮助我们快速开发 那比如说 对吧 这个 这个ToStream 这个方法 这种方法 它和ToStream非常像 对吧 它只是把里面内容 答应说我们可以识别内容 对吧 嗯 它有什么Compare2 他这个人用这个什么 用这两个用这个Compare2 比较两个速度 把这个速度 那我们还可以用这什么 Add Head 和Tile 以这种方式 那这个方式很多很多 我们只讲我们常用的 常用的 那么有其他的呢 我们你们自己去摸索一下 那我们讲一些常用的 那么这个 这个Tool是吗 tobyte这里面 我们也看到 这里面你可以摆一个字不串 转成一个字节 你可以摆个浪型转成一个字节 你可以摆个什么 硬的型转成一个字节 那么我们用这个视频就非常之方便了 这个方法我们就不讲了 对吧 我们用到了很多次 对吧 我们比方说test test 我们用了很多次 那这个呢 我们就不讲 对吧 好 OK 那么我来引入一个问题 我们不改善 我们叫做什么 麦子 来我们这里呢 我们再来 啊 好 我们有两个啊 数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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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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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子啊 我们麦子学院 那我们哈喽麦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做RK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多个字节啊 拼装成一个RK 把多个字节速度拼成一个RK 那么这时候呢 我希望把这个给什么 这两个 这两个 你评装成一个新的 我们怎么做 对吧 那么哎 那些人说 那不很简单 我们我先把这个长度 加他长度算出来 过后 我先溜一个速度 对吧 然后呢 我先把这个 把这个拷贝进去 然后呢 再把这个拷贝新速度里面去 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那这当然是加把里面一个长的方法 那么在HBase当中呢 它使用的更快的一个方法 我们 可以做一个比较 做个比较 它是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用这方法 把AB合并成一个新的速度 那我们来核定 对吧 AB 我们核定 来核定一个C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输出一下 对吧 输出一下C 来我们来输出的这个C 来 我们用了我们前面介绍 这个I 输出那个C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两个字节速度的合并 两个数字的合并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HBase提供的方法 那想再回忆回忆一下 我如果说使用加瓦啊 这种方法 我们第一步干嘛 先把这个速度相加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呢 你有个新的速度 而第三步呢 把A拷贝的里面去 把B拷贝到里面去 几步了 那现在我们吃不很简单 一步搞定 对吧 那这就是他提供的这种工具类 那比如说 我要在这个C速度里面去 前一二三四五个字节 怎么办 我要去前五字节怎么办 那我们用全传统方法 是不是 那我们是不是里面可以去从速度里面拷贝到 那个东西到某到某个新的地址里面去 然后把地址说出来 那么在HBASE里面那我们依然很简单 不好意思 Head Head 我们从哪个速度里面去啊 从C里面去几个 去五个 哎 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个用法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看 啊 看到没有 Hello 已经取到了五个是吧 一二三四五 刚才是五个 哦 那么我们再想 我从这个字不串里面啊 取后五个 怎么去取 那依然也很简单 我把这个COPY就可以了啊 COPY就可以了 哎 COPY就可以了 尾部去取啊 去取五个 我们五倍最不要去 去三个吧 哎 我们看他又是出什么 没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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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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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吧 取三个 哎 那这个呢 是不是啊 这工具类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当然说你的这个BICE里面 还有很多种工具类 对吧 很多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他提供了这么多 提供这么多 他提供了很多种 那大家呢 有时间呢 有兴趣啊 可以 多去了解这个工具类 那么我们呢 不是为了去 给大家演示每个工具类啊 怎么去用 大家呢 有兴趣呢 可以 把这个工具类啊 哎 多看啊 对我们来说呢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非常大帮助 他为我们后续程序啊 而提供这种 快速开发的一个便捷性 你想想看 我这种方式 而一眼看出来了 对吧 也提供了程序的可图性 那么我们呃 授课呢 是以授啊 为主 然后呢 后续呢 大家自己去一些 把这个工具类 每个方法啊 都去演示一下 学习演示一下 呃 也是为了帮助大家 去提高 我们这个成绩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呃 大家呢 课后呢 最好啊 把你们的每个方法 都这样去写一个小工具类 那以后设计方法 去测试演示一下 帮助你们记忆 好的 那么这期课呢 我们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 观看 再见